哈里王子闪亮登场,穿军装参加女王葬礼,王室不想加仇外扬,伊丽莎白女王葬礼期间,哈里夫妇备受关注,各种细节都会被平头论足,果然是英国王室的顶流。 如今双方即将迎来破冰之旅,查尔斯国王做出了足够的退让,给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抛出橄榄枝。 哈里王子即将闪亮登场,穿着军装参加女王奶奶的葬礼,王室根本不想加仇外扬,这项决定显然有为传统。 但是查理三世还是大笔一挥,为哈里王子法外开恩,第六页已经证实,哈里王子会身穿军装参加首页活动,宣告宫斗赢得了阶段性胜利。 王室已经准备好哈里的军装,如今得到了查尔斯国王的同意,哈里终于可以闪亮登场。 按照公规和传统,哈里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,身上也没有任何军衔,因此根本没有资格穿军装。 但是这回情况实在特殊,因此王室高层经过商议后,还是做出了艰难的退让。 劲爆也全程跟踪报道这件事,不少王室专家给出的评论是可笑至极。 为了保住所谓的脸面,王室居然可以颠倒黑白,让哈里穿上军装继续耀武扬威,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 如此轻飘飘原谅了哈里,难怪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这么嚣张,假如按照规矩办事,哈里只能穿西装并且走在最后排,但是现在的安排却乱了套。 作为军人哈里的表现是很亮眼,甚至还接受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检阅,硬汉形象也是有目共睹。 但是作为王室成员,哈里的行为实在是拉胯,甚至被外界痛批数点望族。 查尔斯王子实在太心软,为了所谓的脸面和尊严,居然同意哈里在葬礼上再次穿军装。 女王的孙辈一共有八个,哈里即使已经退出王室,但是首夜的时候还是能跟威廉并排站着,这样的决定显然非比寻常,发布之后引来无数骂声。 查尔斯这才刚刚继位,正是树立威严的时候,但是却被哈里直接破坏了, 成了一个毫无底线的软弱父亲。 哈里王子曾经多次爆料,为王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,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再穿军装。 但是王室高层还是退让了,同意安德鲁和哈里都能穿军装,目的就是不想家丑外扬。 按照王室公布的公务流程,哈里王子会身穿军装闪亮登场,站在威廉王子的旁边,为伊丽莎白女王祷告15分钟。 这样的安排显然不合理,让哈里和未来军装平起平坐实在是可笑至极。 如果哈里王子真的穿上军装亮相,虽然可以保住王室颜面的,但是后果却是灾难性的。 这表明一切王室规则只是摆设,只要查尔斯王子愿意,就可以随意修改和涂抹。 一身帅气的军装,是所有军人的精神支柱,但是现在却被哈里无情践踏,就算被剥夺了一切军衔,哈里还是能大摇大摆穿着军装参加葬礼,无疑是对其他现役军人的侮辱。 根据外媒报道,哈里王子在葬礼上扮演重要角色,身穿军装站在女王光果的下方,之所以查尔斯同意哈里穿军装,就是不想家丑外扬,让其他国家的元首和王室看了笑话。 新闻皇家记者卡梅伦·沃克也证实,哈里王子已经做好了准备,到时候就会身穿军装惊艳众人。 这显然是个历史性的时刻,大家都开始翘首以盼,等待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尾。 除了哈里身穿军装亮相外,卡米拉的丰厚典礼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,查尔斯才刚刚继位就接过了两个烫手山芋,实在是难以服众,俗话说一诺千金,如果王室规定可以随意修改,那么新王查尔斯毫无信誉可言。 结婚的时候承诺卡米拉施扮妃,现在却即将加冕为英国王后前后不一的表现引发了重怒。 其实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,无论哈里穿什么类型的衣服,终究都是国葬式最大的笑话,做人还是要本本分分,不要给家族添麻烦,否则哈里就是前车之剑。 此次查尔斯也下了很大的决心,宁愿顶住巨大的压力也要给王室保留颜面,但是面子都是自己争取的,如此无底线的溺哀孩子,终究还是会被外界嘲讽。 如果你是哈里,还有脸面穿军装出席葬礼吗?